好 那第二節的部分呢 第二節的部分 我在一開始大概有跟同學講 我想我們先 就是我跟大家講過說 我們第一節是連線介紹 之後第二節呢 我就實際上帶了一些東西 要讓大家實作 而且今天是第十一週了 大家知道下一週 開始要幹什麼 做什麼事情 報告了 所以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提醒一下大家 那個簽到單去拿過來 我來看一下這些人在不在 先問一下正義在哪裡 好 那就你們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還有一個禮拜 我相信學生一個禮拜做得到的 小寧 沒問題 有沒有找不到組員的 正義你們有兩個今天沒有來 他們還會 一個請假 你知道 小寧你們今天 其他的同學有聯絡嗎 有 有齁 有齁 好 好 那所以呢 因為 第二組 你們是第三組 然後第四組是 勾斷螺旋體 並 然後這邊應該基本上 我上次有跟你們講過這個 就是約略你們這幾組 這樣報告這個應該還OK 好 那接下來是下週 因為 來我們再問一次啦 五到八的有沒有 非常樂意想要換到前一組來講的 已經準備好了 我先問一下大家有沒有關心時事啊 請問最近有什麼時事來知道的舉手 好 蛤 時事要跟微生物相關的 你跟我講理工大學跟微生物相關的 可以掰得出來我就給你加分 有沒有 沒有 其實你可以講啊 他們可能 受到受傷啊 然後要避免被傷口被感染之類啊 A型流感 最近比較嚴重 是這樣子嗎 好 呃 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因為A型流感 大概每年都有 最近有一個新聞是比較特別的 你等一下 因為你家滿都要給你 鼠疫 對 哪個國家 好 對 大家如果去查一下 其實就是這一兩天 其實 中國有被報說 他有鼠疫的疫情 沒有 主要是好像有一個 應該是 有一個從中國回來 在台灣的 然後反正就是說 中國有 他們有在講說 其實是有疫情的啦 那剛好有這一組要講 所以請你們 有要講任何的 你們要去看一下 你們不要講太久 就是最近如果有一些疫情的 可以講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永祥在哪裡 盧永祥 所以應該沒問題啦 還是沒問題要 沒問題 因為要變成 這個 那第五組那個 黃少甫 黃少甫 你們 的寄生蟲 不能只講寄生蟲 寄生蟲我是講一週的 那你 15分鐘你要focus一點 你要講什麼 你今天下課後要告訴我 好不好 那這個 呃 欣怡 好 OK 那你們 你們今天也有幾個人沒有來 不過梅將軍其實是 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啦 好再來是 傅婷 傅婷 你要講一個非常特別的呢 對不對 來 來 我跟你講 來 傅婷你要講 萊姆病是嗎 那你 你知道萊姆病的病原是什麼 還在收集 來 那 那我再回去問那個前 前一組的 不過因為他已經區隔了 好來 那個第四組的 是 柳秉承 劉秉承在哪裡 你要講的叫 溝端螺旋體 那 因為萊姆病也是一種螺旋體 還好你不是說 你要講的叫螺旋體病 那你們就要區隔一下 你為什麼會想講溝端螺旋 覺得這個名字很炫嗎 沒有 我覺得他講也OK啦 其實台灣偶爾 而且特定的時候 或許 你可以講一下說 什麼時候特別要注意他 之類的 萊姆病你可以找一下 有一個美國很有名的 你是因為那個歌手 才想講他的嗎 是不是 還是你有找到 OK 可能跟吃萊姆不一定有關係 也可以講一下這樣 因為這樣可以比較引發同學 比較印象深刻 什麼樣的名人得過什麼病 或是這個歷史上 有什麼名人得過 可能其實會 會比較加深你們的印象 好 那這樣子再來第八組 聖泉 楊聖泉 今天有來嗎 沒來耶 你們這一組好像應該要換 楊正倫有來對不對 正倫是你嗎 嗨嗨 你有沒有發現你被我框了黑黃色的 應該是星葉 應該是星葉 星葉在哪 黃星葉 我看就由你來當組長了 因為楊聖泉已經連續 不然這個黑死病是誰定的 大家一起定的 好 那 OK 那那一位楊同學 楊同學走掉了 你們有沒有曾經找不到他 有個叫楊正倫同學 可能要 關心就是這一位啦 這一位 第一位被我框黃色的 那大家應該感受得出來 我框黃色的原因 框黃色如果你們找不到他就不用找了 有可能他也不會再繼續 那但是有可能會出現的話 可能就要聯絡一下他 好那接下來是 第9組的 俊騰在哪裡 OK 那你們就是登革熱沒問題吧 好 我看一下 好那這一位同學 我打勾的是梅框 這個同學如果找不到也就算了 你有沒有找到他嗎 很難 那就有機會可能不用找他 好那剛剛第10組應該有來的那一位叫做 永順 然後說知道今天終於知道你是組長 那你 好啦你知道那你決定了沒 決定了沒 好 單子 單子 他寫的是 你確定要講那個嗎 那個範圍很大 請你說小一點你想講什麼 你不要講 還有呢 最好你講一般人不知道的 好那等一下來討論一下你想講的內容是什麼 好那再來是第11組我們搞 維成 李維成 好 那同樣的這兩位同學有找到他們嗎 那就 那就繼續按照你們原本的進度講一下 雖然他不是人啦 我好跟你們講過我們這個叫 維生與人類的戰爭 不過你可以講他會影響到人的經濟 也OK 好那最後一組 藝璇 好 那就應該這一位找不到他對不對 我好像也從來都沒有看過他 那就不用管他 好那你們就繼續講你們那個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跟原住民有關的 是嗎 是不是 算 對 對對對 一種一種一種疾病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 先來問一下 這張PPT應該是之前有講過 大家覺得維生物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你就說 沒錯啊你說用工具可以看得到嗎 沒錯吧 用顯微鏡 你要微觀 不管說你用這種顯微鏡 看起來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剛才給你們看的 就用一般的這種複式顯微鏡 那如果今天你用的是SEM 那個電子顯微鏡 大概你可以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那你有沒有辦法用肉眼 可以嗎 其實應該那個時候也有講過 為什麼可不可以呢 其實是當微生物變得很多的時候 你是有機會看的 就包括同學 你們剛剛 這個盤子請看完的就往前傳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會給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它 其實是有啊 當它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了 那特別我們要講的是 當一個 表示它可能前一天或前幾天 它是一顆細菌 可是你一顆看不到 當它長成一個菌落 我們就會看到它 那菌落有各式各樣的 形態 顏色大小 邊緣高度 粗糙或平滑 那很多 那例如說這邊有不同的顏色 大家也可以看出這個叫滑滑的 這個叫粗糙的 甚至邊緣這個是成圓形 這個邊緣是不規則的 所以菌落的形態有很多 好 那你們覺得環境中有很多微生物嗎 有 那 沒錯 那其實像這個盤子 是我們 這一個應該是我們之前做的 就是放在某一個地方 給它放個20分鐘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樣 事實上這裡不只細菌 像這一些應該是 黴菌 這種毛毛的 黴菌 然後有細菌有不同的菌落 所以這裡會有幾種 看起來應該 可能不止 七八種 那是好啦 我們隨便先講一下 這兩個看起來蠻像的對不對 都白色 大小差不多 都光滑 都圓 但是你可以保證它們兩個是同一種菌嗎 事實上是不能的 因為它們雖然長得一樣 不代表它們是同一種菌 就像遠遠的兩個 像我們看外國人 簡單來講外國人看我們亞洲人 遠遠的看兩個 其實它們也分不出來 有點像我覺得我們也不太會分黑人 好 那剛才那些你們就有看過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那剛才講環境 那人呢 人身上是不是 也有很多微生物 其實是是的 因為我在我第一節 或是之後第三節大概有講過 沒錯 那人的很多個部位 包括說各個部位 其實都有不同的微生物跟我們共存 那這件事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 事實上我們好像也講過 我們身體上的微生物的數量 可能比我們身體上的細胞的數量 還要多 那像這個大家看到什麼東西 大家看到手掌 哪有手啊 不是就一個培養皿嗎 上面其實是一堆菌落 而且很漂亮的菌落 不同顏色的菌落 不過大家講手掌 沒錯啦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培養皿 大概15公分的 然後一個小朋友 他可能是去玩了018 然後呢 再去按在培養皿上面 就獲得了這個樣子 很漂亮 其實這張照片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不是我們做出來的 因為一般 其實你現在手上的微生物 大概不會有這麼的豐富跟美麗 但是大家想不想看一下你們手上的微生物 所以我們那個 你就編發給他們好不好 好 我們等一下會把培養皿發給大家 然後就是一組 就約略啦 我們沒有特別的分組 就是一群的同學們 你們就 欸 那個你幫他們都畫好了嗎 好 他都已經幫你們畫好了 然後呢 你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們首先可以先摸一下培養機 有沒有摸過果凍 就是那個感覺 所以不要太用力搓它喔 它真的就是果凍 其實果凍裡面就是洋菜 就是加洋菜啊 所以這一些培養機 就是液體的 微生物的培養機 再加上洋菜 它就變固體的 那一般其實我們大概會給的一些蛋白質 一些酵母 這個就叫一般的 所以大家現在我們給你們的 也是比較一般的 剛才看起來都是黃色的 那有一些特殊的培養機 像有一種培養機 叫巧克力培養機 但是它不是巧克力做的 只是顏色很像巧克力 然後還有一些叫做 像紅色的喔 就是血液培養機 還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其實我這邊也有帶一些過 包括大家這邊可以看到 還有不同顏色的 那事實上這些不同顏色 其實有不同的用途 那大家現在要做的就是 請大家就動手一下 你們拿到的培養米 在底部的部分 就請你們可以寫一下 你都幫他們寫好了嗎 我們現在大概花個 可能五分鐘來做這件事情 你們就寫一下 例如說我們就會分第一組第二組 然後最主要是你們可以找一個區域 那幹什麼呢 我們就來檢測一下你們手中的微生物 大家就請蓋一下你的手印 找一個區 但是你要標一下 例如說正義 你就寫個正 或是說你隨便寫個英文名字 反正至少那一區是你的 那請大家現在就動手一下 我可以帶大家做一下 那另外呢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剛才也講過環境中有很多微生物嘛 那如果你們那一個空間 還有一些空位 你有興趣 我們也會給你無菌的棉花棒 是沾了無菌水的 那你也可以去 因為手是最方便的 我們就看一下大家的手 那如果你有想看看 你隔壁親愛的同學的一些部位 好我們不做侵入式的採樣 除此之外你想看 你看他的頭髮也可以 你想要看這個桌子 你想要看地上 你想要看哪裡 你就用那個無菌棉棒去採一下 那簡單的就在那個區域 大家不要塗好塗滿 那個因為有一些微生物 它會擴得很 就約略 所以手的部分沒問題 你們就是蓋一個 不要壓破喔 我剛才講因為它是果凍 不要就是那個感覺 你太用力會把它弄破 那大家現在就 如果你有想要採取採一些環境中的 像以前我每次講完 大家有同學就會 把我的麥克風這邊去取一下 應該就會有我口水的 那可以 那大家花一個幾分鐘 那當然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就會帶回去培養 不同天候 事實上六天兩天 大家可以發現細菌會長多 會長那個菌落會變大 那這個呢我們就是預計下個禮拜 我們會拍下來 然後照片會放到Moodle上 那下個禮拜要報告的時候 我也會實際帶盤子給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下 要環境菌的要做棉棒的 我們就拿棉棒給你們沾水 好有沒有不知道怎麼弄的 對對對對對 輕輕 你們最好用拇指啦 拇指的範圍比較大一點 嘿嘿嘿 沒關係 你的空間你想要多按一點也可以 好 按哪裡 按 對 來來我要講一下 之前有同學很可愛 打開 當然是裡面 有同學就在那邊這樣拼命的按 拼命的按 這個是找不出來的 這樣你們剛才就按這邊嗎 好沒關係沒關係 不是只有你這樣 對不起培養劑在裡面 你必須 所以你就說老師你說果凍沒有感覺啊 那你們有兩個空間對不對 有按了嗎 好我示範一下 我再例如說這個給我 你等一下寫 我拿給人 我拿給人 你拿給人喔 這樣 這樣 沒有這個味道 不臭啊 這很香啊 我跟你講他 他絕對沒有菌 他如果他絕對是無菌 你們不用很多同學弄了阿菌好髒喔 我跟你講他絕對沒有菌 他有菌他就長出來了 給你看啦 他這個都是我們滅過菌的啊 他絕對比你的手 如果你就有菌沒菌叫做乾淨這樣 他絕對比你的手乾淨 好嗎 好 來那趕快 輕輕的按 好來 還有沒有哪裡需要協助的 你們弄好了嗎 趕快做啊 我們停在那邊 只有給你們剩下四分鐘而已喔 欸不要按太大力 不要按破了 溫柔一點 溫柔 我不是跟你講溫柔一點 好 事實上上面有空間可以啦 好好好 對對阿這邊這邊的還沒還沒寫對不對 好來再來再來 阿你們要先記一下你們是第幾組喔 因為就是這個組跟那個組不一樣 好那你就 好那你們要記一下 欸阿只有你們兩個人就 好那沒關係我來按一下 那你幫我寫一下這是我 阿後面的老師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測試一下 這個是我你幫我寫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有一個指紋的概念 嘿嘿就這樣子 好那你們有兩個空間 蠻適合看你們要不要採樣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誰想要採一下 例如說地板阿哪裡 我們會給你無聚棉棒 採採採採 例如說頭髮皮膚阿都可以阿 喔你們還有兩個可以阿 趕快可以寫一下 要不要想不想用 無聚棉棒 有人想吃嗎 有人想吃嗎 他是很營養的喔 都可以養微生物 沒有阿你們只有五個 所以你們還有 那是戴帽子的那一位嗎 柯什麼震輪的嗎 楊震輪 楊震輪 你確定他會回來嗎 他好像之前都很忙 所以我才會飆成黃色 你們有沒有想要採環境去 就是說給你們的棉棒 你們可以採 好了嗎 還要等他喔 OK 你們好了沒 還有空間是不是 可以現在拍現在的樣子 因為之後就會不一樣 沒有你可以有阿 有一個那個指紋的痕跡 我跟你講他是乾淨的啦 你不要覺得 額額阿 那我們也有帶酒精啦 如果你們想要噴酒精也是OK的 好嗎有沒有做完的 我們就可以拿到前面來 好你們邊做邊講一個東西喔 有個東西叫乾洗手 大家有沒有用過乾洗手 當然其實平常大家知道就是 所謂乾洗手就是因為酒精是液體的 所謂乾洗手就是做成 稍微比較膠狀 那裡面真正滅菌 有滅菌的功能的其實還是酒精啦 那我們這邊有自製的乾洗手 我主要只是說其實乾洗手 是可以自製的 用一些材料就OK了 好那大概用的東西就是 你原本做其實只有酒精的味道 那有些人乾洗手我想要讓它香一點 那我們會送給大家的 等一下有答題有問題有沒有 我們會給送你我們自己做的乾洗手 那這個乾洗手呢我們有加的是 茶樹精油 茶樹精油本身有抗菌的效果 茶樹精油本身有抗菌的效果 那主要是 所以主要乾洗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一樣是還是有酒精 那大家應該都有概念 酒精大概要在75%左右 它的殺菌效果是最好的 好那我們的乾洗手裡面的東西就是 有一種明膠 它就是讓它變成比較稠狀 然後真正有殺菌能力的就是酒精 然後原本是95%的我們會調成 就是讓它在乾洗手裡面的比率 就大概70%到75% 然後再加一點茶樹精油 是讓它有一點味道 當然本身也有殺菌的效果 那另外有加了一個成分是 要調整PH值 讓它在這個PH的情況下 這高分子明膠會變成膠狀 所以它的方式其實就是 把這些東西加一加加一加 就會得到一罐乾洗手 那當然啦也可以看同學 有沒有人想要測試一下說 你的手剛才按了 看起來就我剛才的那一些組別 應該幾乎啦每一個人 大家不要說哇要採樣 拼命的先把手先把它擦乾淨喔 不用不用 那幾乎每個人應該都會長 那長的狀況 其實這個是正常的 你的手沒有微生物 這個才其實才比較不正常 那當然啦每個人吃飯前洗手 但是如果說你用筷子吃 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想要避免 你可以測試一下乾洗手的 例如說去用一用之後 同樣那個拇指乾洗手用一用之後再按壓 看看它的狀況是如何 好 大家都做好了嗎 差不多了 好 有人要採環境菌嗎 有部分的同學採了 好 好那這樣子大家都OK了齁 好那我們等一下開始要請同學上來做實驗喔 除了做這個之外 也就是這個下週 我們其實應該今天拿回去 明天再兩天後 就一天後三天後 可能就會拍照 然後到時候會放在Model上 然後下禮拜我們實際上 會帶到教室去給大家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刚才我不是有问过同学说 纵使你要怎么样鉴定这些微生物 你可以看不同颜色 不同的菌落 当然就是不一样 另外有一种 就是实际在显微镜下看它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今天是球菌还是感菌 阳性菌还是阴性菌 除了这样 如果菌落长得一样 在显微镜下看又一样 是不是就是一样的细菌 绝对不是 因为微生物的种类 实在太多了 所以通常会做一些特别的生化特性 那为什么要做生化特性的原因 就是因为外观实在看不出来 那有一些生化特性 的确是鉴别微生物很好用 那我今天就带了一些 而且很快速可以鉴定 不一定到种类 就是至少有区分不一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你们把空气在哪里 好几盘吗 EMB 从Mukongki吗 它怎么颜色都变 没有啦 这个才是Mukongki 这个跟这个 OK 好 来我们首先 这边有介绍大概 三种培养机 它长得不太 它可以鉴别的 应该之前也有教过同学 那有一种大家就看一下 它叫Mukongki的培养机 好它怎么鉴别呢 就是你 它是鉴别说这个细菌发酵乳糖的情况 然后呢它用的原理是 我想 大家国中一定也学过什么叫做酸碱指示剂 它其实用的原理就是会加入酸碱指示剂 你今天可能有酸性或碱性 然后会造成它的培养机 因为酸碱指示的关系造成颜色的不同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产酸它会变红色 没有产酸就是维持原来的颜色 下一页 所以同样一盘培养机里面 它原本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之后呢 你种了两种不同的细菌之后 它颜色就会长得不一样 那我们有把它发下去 发了吗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等于说现在发下去的其实就是这个 然后它是 TS帮我们种在 三盘种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是黄色 有的是粉红色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我觉得就比较普通 这个因为这个很漂亮 这个你有几盘 这个等一下都拿出去 有一种特殊的培养机 叫做EMB 没关系大家就看一下 那它怎么样很漂亮是 它同样是想要看看它发酵的强弱 那这个发酵强弱呢 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些特别的染剂 那如果你发酵 那如果你强发酵的话 事实上它还会让那个培养机的里面的染剂做一些变化 而且颜色会变成有金属光泽 等一下大家拿到那一盘 你可以对着光线看 因为我觉得非常漂亮 你看一眼就不会忘记 那如果是弱发酵的话是紫黑色 如果今天不发酵的话是透明的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大家会有印象的 而且这个细菌特别记一下 大家都很熟悉大肠杆菌 那事实上大肠杆菌一般在这个EMB上面 它就会是这种颜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种都是同样的这种培养机 但是你今天画的不同的细菌 你强发酵它就会是金属光泽 若发酵 就是一样是有发酵它就会变紫色 那如果是不发酵 它基本上就会是白色 所以我们拿下去的EMB EMB在哪里 真的喔 你已经速度 这个是给我看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拿到的人你们就对着光线看一下 它其实会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有绿色的金属的光泽 这个金属光泽其实是Ecoli 才会大肠杆菌才会有 因为其他的你可能搞不清楚是哪一个 可是至少这一个应该 每个人都看一眼吧 就是金属光泽 而且有点偏绿色的 应该可以 这个很难形容 大家看过了就会知道 不过看PPT应该也有看得出来 可是你实际上去照光 看起来会更清楚 用食物投影机的效果还没那么好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有讲过说 如果今天那个培养机 红红的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加了血液 因为部分的微生物 有些甚至还要用血液培养机 血液其实很营养 有些还需要用血液培养机 才可以养它 那这个血液培养机呢 我们还可以用来测试一下 不同的微生物 它有的会有溶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培养机其实都化了三种菌 一种写α 一种写β 一种写β 一种写γ 那其中的β 大家 那个呢 你也发下去了 好 TA也很迅速地发下去 大家就看一下 同样的 有时候可能也要拿起光线来照照看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变透明的了 表示它是把里面 那个血液培养机的红血球 溶掉了 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β完全溶血 那γ是不溶血 所以γ大概就是你那个细菌 在血盘是什么颜色 它就会是什么颜色 那α比较特别 α是半溶血 也就是它没有溶完全 但是溶了部分的红血球之后 在这个培养机里面 它形成的是会呈现绿色 有点点草绿色 所以如果形成草绿色 我们就说是α 然后会变成这样子透明状 我们就叫完全溶血 就叫β 然后如果是不会溶血 它原本的颜色我们就叫γ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血盘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血盘 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的鲜红 因为那个血盘放久了 颜色会变得比较暗一点 如果还没有用之前 它是会非常的鲜红 所以现在放下去的 应该有McKonky 有EMB 那个金属光泽 希望大家都看一眼 然后还有血盘 好 你也发下去 还有另外一种 大家现在手上拿到 应该会看到有一种叫做 它是一种特别的培养机 叫TCBS 它是用来筛选胡菌的 我想胡菌对人类 大家应该有听过是霍乱胡菌 胡菌里面 它是这种培养机 其实只会胡菌会增长 但是胡菌又有好多种 那不同的胡菌 有的会发酵 这堂有的不会 那会的话就会变黄色 不会的话会变绿色 那原因也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殊的酸碱指示剂 所以呢那这个是分成两盘 你们手上的那一个应该是同一盘 它本来是一个绿色的培养机 那有的化了就变绿色 有的就是不发酵 那这个就是会发酵 它就会变黄色 那你们手上那一盘应该是一半绿色 一半黄色 刚才应该先嘛 放在这边先让大家看一下 所以那个叫TCBS 那大家就轮流看一下 或是你下去看看它们放在哪里 可以帮它们传一下 大家就可以顺便传一下 好所以看到这边大家会发现说 其实培养机原来不是只有这一种 它有各式各样种 那这种特别的培养机 其实它有一些特别的目的 就是可以呈现微生物不同的特性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 有请两位同学上台 有没有自愿的 我们要来做实验 就来前面做一个实验 自愿的 好先两位 两位 我们是好两位好了 两位 三位 三位三位 那来 正义跟谁 那一组 等一下还有机会 等一下还有机会 好 我们要来做的这个实验 叫做你们也边听一下 因为我等一下搞不好卡户会考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来 接下来一些都是要测试 这个微生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酵素 那我们想要先做的是 那个 你要在那边做是不是 我们本来说在这边做 大家可以看得到 对 好 那他们呢 要测试一下 那这个什么叫畜霉 畜霉基本上它可以分解双氧水 那分解双氧水之后 如果有冒泡泡 我的 如果有冒泡泡 就是其实产生 那个泡泡是什么 是氧气 如果有氧气产生 我们就说它有畜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他们等一下要做 那像这里有两个 大家有看到这个有冒泡泡 这个没冒泡泡 那就表示这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不是没放东西 其实他们两个现在先随意就取 然后呢会把微生物刮在上面 然后很简单 这个实验很简单 那就滴双氧水下去 好那怎么做呢 就所以材料就是双氧水啊 他们就是用剥片 然后用棉花棒 好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动画 就取 取菌 然后呢 在上面呢 就涂 涂一下 涂完之后呢 就滴双氧水 他们都涂好了吗 还有一个 你们动作要快了 好 他们两个 你们猜谁的会冒泡 谁的菌 是美的冒泡这样子 好那他们等一下就会滴双氧水 滴在上面 我们看一下他们谁的会冒泡 这个先等一下 有没有滴在刮 他一个人帮忙滴 你滴了三个了是不是 好 没有没有就是说三个一起滴 好再滴 大家可以同步看啊 看得出来吗 好像不是很清楚 不过以我这样子 好啦你们在前面的应该看得到 哪一个是一直在冒泡的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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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中间的冒一点点 然后最后的没有冒 他这个是不太多吗 还是他们涂得太少了 勉强不明显 那个盘子等一下还要不要用 不要用了 好啦 那金黄 那个葡萄球菌的那一个 你们直接把双氧水滴在上面 拿来这边给大家看 我们就是来做一个这个样子的 会让大家比较印象深刻 这一个 这一个 就直接滴上去 好 你滴吧 叫它滴 这里是有四种东西吗 这样子有点危险 你等一下的东西要不要用 你不要滴太多 好 这样大家要感受到 滴 对呀滴呀滴呀 你有没有看到有冒泡 它其实现在冒得非常的厉害 对 不过可能这个食物投影机的解释没有很好 它其实冒很多 前面的人可以作证啦 对不对 OK 好 好啦 感谢一下这两位同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 我们接下来要做另外一个 试测一个东西叫尿素酶 那尿素酶的试验呢 其实也就是 大家先看一下 培养机呢 就是尿素酶培养机里面还有尿素 那如果今天这个细菌有尿素酶 它会把尿素分解 那尿素很重要是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胺 那大家应该国中可能有学过 胺本身是酸性还碱性 它是一个碱性的东西 碱性你今天碰到分红 其实会变成粉红色 所以呢 其实它的一个反应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那因为我们今天 还有没有同学自愿要上来做实验的 快点 两个 没有吗 没有 我们会登记耶 刚才那两位同学 好 登记了 等一下我们会送小礼物 上来参加的同学会送小礼物 没有我就要来抽了 有人自愿 好那我们就不要抽它了 林雨千 好 你 你吗 好 你们两个 你们等一下 还有 好 他们要做的一个实验 就是这个叫尿素酶的实验 来 请 就是呢 他们呢 就是有两种细菌 反正我会让你们做一个是正一个是反 他们就采样 我们就直接看怎么做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是反应完会变粉红色 就表示还有尿素酶 没有反应 就是变成还是维持黄色的话 就是没有变碱性 所以它就是没有尿素酶 那因为有的 那因为 所以怎么做呢 它其实是要培养肌 然后一样要无菌棉棒 然后呢 我们就采 然后 它用的叫做斜面培养肌 大家 其实从这边应该有看到 好 然后呢 采样之后呢 就涂上去 那理论上 应该要隔天才看得到 但是因为 我们这边 有了一株 非常快速的 所以 同学涂了之后 我们等一下看看它有没有变色 这个东西我也会拿回去培养 这样好了 可以拿出来 不用涂那么久 因为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 另外一个 你那根棉棒就拿着 你只有一个 你没有 你可以随便拿 你今天只有带一罐 OK OK 它只带了一罐 好吧 那 来你秀一下 所以它已经变了 大家在这边 来 因为黑黑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一根棉棒 本身已经变粉红色了 因为 有有有 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让大家用的这一株 它是非常强的尿素酶 所以表示说 你其实只要沾到 沾到上面的培养机 它马上就作用 而且还沾到一点上面的分红 所以它那根棉棒就变粉红色 不然其他的可能要隔天 然后我们才会看到 那个像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隔天再拍照 给大家看 好 那也感谢刚才那两位同学来参加 好 那接下来介绍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我们就 我想我们就不讲了 就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是需要隔天的 而且这个也不会马上变化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它其实基本上是 这种培养机本来是绿色的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会用利用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 等于说它这里面没有其他的碳源 都是柠檬酸 那会长得 而且还会让它变 变那个PH值改变 然后会让原本一种叫修瑞香草兰的 那个叫做酸碱指示剂变成蓝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两个 一个就是不长 然后一个就是 它其实会生长 而且还会变蓝色 然后这个蓝色还蛮漂亮的 那它这个就是修瑞香草兰的颜色 因为这个需要隔天 我们就没有让同学做 好 那这边我们又要再找两位同学 愿意的 对不起 这两位女生 Lady First 好 那这两位 做这个实验就要小心一点 让他们在那边做好了 好 因为呢 这个是需要有 需要用俊液的 好 那它呢 它测试的是一种叫做 大家觉得一堆酶 没关系 你就听听看 它是一种叫做硝酸盐还原酶 那因为我们今天让微生物硝酸 Nitrate 好 那今天那个培养基里面有硝酸盐 那如果你今天培养的微生物有这个还原酶 它事实上会把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 好 那简单来讲 我们就是测试那个 呃 有氧了菌的菌液 有没有亚硝酸 那有亚硝酸 我们其实 有加两种氏剂 一加 那 如果有亚硝酸的存在 它事实上会变成酒红色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会是无色的 所以它作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 如果没有反应就是这样 那有反应就会变粉红色 事实上它详细还有一点点小复杂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先 以当作这样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三管菌液 然后有一个A技一个叫B技 那很简单就直接把它滴进去就好了 所以他们 今天的做法 先看一下TA 而且那个东西 A跟B还有一点点 有的东西还臭臭的 因为是有一些有机溶剂 所以在使用上要小心 所以它蛮简单的啦 要先加A 混一混 不要混得太大力 加B 再混一混 然后呢 就看看有没有变色 有变色 没变色 所以他们加好了吗 他们正在低 你们是一个人低A 一个人低B 这样子比较快 好 他们各挑了一个 你们也可以猜猜看 谁的是正反应 好 我们把结果拿 TA你把它拿去给大家看好了 你要混一下啦 不然那个酒红色 事实上 对对对 把它摇晃一下 拿到这边啦 中间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来来来 你们两个证实了 两种都有加A加B 对不对 然后一个有变 一个没变 对啊 而且那个颜色 其实也蛮漂亮的 应该看过会有印象深刻 然后你们有闻到 臭臭的味道 对不对 因为它是有机溶剂 所以事实上 大家在做那个实验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其中有一个是有机溶剂 有那个醋酸的东西 好 那这个 其实一般 就是在做检验会 会是这样 那至少就证明了 那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做硝酸盐 还原酶 好了 最后了 最后 最后做实验的机会了 来 有没有同学 也一样是两个同学 有吗 没有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大家 有吗 有吗 还有门人要来做 我应该选两位 乙影在吗 好 乙影来 蹲竹有在吗 来 那就你们两位 快 我应该同时选两个 赶快啦 因为要下课了 快 但是我们今天会耽误大家一点点 大家手机先准备一下 因为我们还要玩卡户 卡户还没玩完 对啊 要开啊 我等一下开一下 我先开好了 你们边坐 没电了吗 有人手机没电了吗 因为要测试大家刚才有没有很认真 先等一下 还没啦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啦 人家认真在做实验 我们要 要先等一下再来玩 不然他们两个玩不到 好 这个东西呢 它也很特别 它是在测试 同样又是分解色胺酸 那因为有些细菌有 有些细菌没有 不过因为 这个检验比较特别是 因为色胺酸被分解之后 会产生一个特殊的代谢产物 叫做银朵 银朵 那要检测银朵 需要用有机溶剂 把它变到有机层 然后再让它橙色 所以它比较特别是 你要先加 一样加一个 加一个试剂 那个试剂是有机物 然后把它吹到有机层之后 再有作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是 它会跑到上面 有一层 你那个Covet Solution 给它加多一点 好 TA站到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 它要先把东西 吹到上面的有机层 而且会变 所以你们确定都有加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也不好闻 好 那这个就是正反应 这个就是副反应 所以它测一个东西叫音斗 还蛮有趣的 好啦 那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觉得 那个我们医院里面的医检师 为了要替我们检验这些东西 是不是非常的麻烦 做这么久才做一个 所以实际上呢 OK 实际上呢 事实上 实际上 在医疗里面 其实有那种快速的 一个盘子 它就做20种反应 或是甚至 有50种反应 等于说 你很简单在这边 就把我刚才 我刚才其实也应该已经做了 大概有6种左右 那这个一次可以做20种 甚至有那种50 一次做50种的 那也有只看那种 会不会糖类发酵的 全部做了大概90种 这种在医疗上面 而且有机器判读 不是用肉眼判读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因为时间 我们就不讲这个微生物的艺术 其实它蛮不错的 我们就今天大家有空的人 再来线上办公室看 那我们就来玩一下卡库 那应该就是这个啰 528738 等一下 所以刚刚 我们带的有 你带几个 这样够吗 6个 其实应该刚才的会章 全部来做的人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没关系 前三名的人要让我知道是谁 而且我们还要赠送 干洗手 好了吗 因为时间关系 已经下课了 我们赶快 可以开始了吗 你们要是觉得坐在后面 看不清楚的人 往前一点 因为有些东西 搞不好要前面一点 才看得到 好了吗 还有没有人要 开始了 路过 后面五位老师也可以 OK了吗 路过被画掉是什么意思 好啦 那我们开始了 五二八七三八啦 等一下是油要进去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我刚才讲过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专心在上课 好 至少超过一半的人有专心在上课 OK 是一大糖感菌 好 下一个 乱猜的 没有看到那个金属光泽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看上一节 有没有认真在听那个介绍 绝对不是冰箱 好 这个是发酵潮 还蛮多人写什么 吴骏操作台 如果你今天Chemicalhood说吴骏操作台 我还可以原谅你 看起来蛮像的 好啦 那这一台是什么 刚才好像没有特别讲 因为他就是讲过去了 没有让你们看这一台 对啦 因为起码它不是Chemicalhood 跟那个吴骏操作台 不是发酵潮 OK 好 待会儿同学都答对了 好 又有一台机器了 看清楚哦 那两个连生科系的学生 有时候都会讲错 好 它是吴骏操作台 对 因为有紫外光 Chemicalhood应该不需要在那边灭菌 Can 这些人还不错 应该都答对了 好 这个图片你看到了什么 重点应该是 这个东西是什么 OK 异菌圈 或是抑制圈 OK 好 好 它的原理是什么 刚才应该有讲 它有两种 这里其中有一种 然后大家不要乱写 OK 好 的确是要用过滤 就HEPA 一个过滤网 过滤出来 好 剩三题 这种显微镜是属于哪一种 OK 好 大家都不错 都知道是导粒显微镜 再来呢 没有改到 没有 对不起 来 我再讲一下 对不起 题目是 请问你看到什么 微生物的 就看到什么啊 答案在这边是没错的 只有题目错 请问你看到什么 这是葛燃式染色 这是葛燃式染色 要仔细看哦 对 是阳性的感菌 跟阴性的囚菌 很强 那个题目 我居然没有改到 好 发酵条的叙述 何者不正确 它有特别讲到一点 这个有点点 稍微要看久一点 都知道说是应该要先灭菌 这样整个草体才会是无菌的 好啦 最后一个机会 对不起 它又没被改到了 请问这个是测试哪一种酵素 它这个 这个我都没有改到 测试 这刚才有同学来前面说 这是测试哪一种酵素 大家怎么都写 尿素梅是那个粉红色的 所以醋梅 好啦 那有没有这样子就翻盘了 第一名的人就不见了 这样 没有 前 好 这个是林吗 林同学吗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 还多得这么麻烦 OK好 那我们恭喜这 The King of the World 真的是 The King of the World OK 好 那 好 我先讲一下 下礼拜要到宗教的大楼去上课 然后我们今 就是有一个问卷 大家要去做 叫其中的问卷 那今天的课程 在木头上面还有测试 我们还没有开 因为我们要改一下题目 要 然后今天晚上也还有线 也还有线上办公室 那请刚才这三位同学 跟刚才有来前面操作的同学 我们要送你礼物 你请到前面来 那其他的同学可以先下课 OK 那下礼拜见喔 这样记得要来上课喔 OK 好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